你 你这也太随便了吧 你 从来给我张床吧 我没听错吧 你要跟我动房 咋的了 就我这模样 这年纪 还有这兄弟这山头的 哪配不上你 不是 大林妹妹你 开玩笑呢吧 我跟你爹 那是拜靶子的兄弟 你爹刚走 我就占你便宜 那我成什么人呢 少给我来这套 我就上来给你睡一觉吧 谁占谁便宜还不知道呢 别来劲啊 我真就不明白了 上咱们俩见面 得七八年前了吧 那回年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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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大 小姑娘 你不会 那个时候就看上我了吧 实话告诉我 十年前 我爹 请人算了一关 能活几年怎么死的呢 都是算得清清楚楚 我也顺带让人算了一下 说我十九岁那年 有客从南方来必得不凡之子 也就是说我要和一个南方来的人 生一个举世无双的儿子 好继承我烙子里的家义 可巧啊 可巧啊 你就落我手里了 你说是不是天爷 大灵妹妹 你别开玩笑的 一个算命生生的话 你也信 你和我爹不是兄弟吗 又喊我妹呢 对 对对对对 大侄女 大侄女 对了 你说我那大舅子怎么样 就是关在我牢房隔壁 那带眼镜的大帅哥 长得满英俊的对不对 还是刘阳大学生 家里边有一大片的草原 还有刺肥队 范家补 范家补你总知道吧 边疆王 你要是能嫁给他 你就是王妃 范家补 关外的 那不成 我要的是南方人 那你怎么知道那个人 他就是我呢 我认识的南方人救你 那不是你是谁啊 不可能吧 战士都做买卖的 南来北往的客人可很多呀 那些男人一开箱就怂包 尿都憋出来长得还寒碜 不背道我孩子的爹 我说你怎么这么啰嗦啊 你赶紧当玛丽的办事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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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太随便了吧 你 请我那给我张床吧 不不不 大帅家呢 喂 干什么呢 忙着呢 有人 不好了 有人 山下有人估计浪自领了 纯宝少尔街 还敢有点上身 看你能不能顿她的脖子 给我拿着 别见一身血啊 安生待着 等我回来 你 怎么账还没倒完呀 我大侄女可别输了 嚷嚷什么呢 当家的要是输了 你还想在这儿吃香的喝辣的 八成 又得做了肉票了 你可吓不倒我 古老二那个农包 上次连一个钟头都没砍过去 就被我大侄女给干没了 她这次没没枪 能有多大出息 那是的 别看咱当家的是女的 那骑马打枪 样样都比汉子差 那二切吧 要不是背后使阴招 一开始就没她戏 不认识 两边怎么僵持了那么久啊 不过这个火力 听起来倒是真不像是土肥活病 不好了 不好了 大当家的 打输了 输了 差点 多想要 你 我 你 我 我 命还挺尖贵 你放心 你没有害我们性命 我会被你说情的 可我死了 兄弟 成儿爷 这一代治安不利 匪患猖獗 您受惊了 大公子误会了 误会了 误会了 这个呀 是我甘侄女 亲爹刚刚没了 心里边难受 留我多住两天 是我莽撞了 古当家得罪了 你杀我这么多人 确实是得罪狠 我也死了一个副官 陆军大学毕业的 他一个人 就抵你们全债子命 你这么会算账 你当什么兵呢 跟着承凤他做买卖得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要不然 要不然 咱怎么办 两位无冤无仇 也不是谁存心要打谁 双方折损的弟兄 那都是时运不济 一人五百大阳安家费 我来出 等我回去之后 就把钱送过来 古当家 您意下如何 不愿意也行 剿匪呢 也算军功 我们 营里有规矩 杀一个土匪 也有十个大阳的奖赏 你不会回去 就忘了今天说的话吧 你就算不相信我 总是相信你爹的眼光吧 我要是没点信誉 龚老大会让我从这儿过路 那他呢 他不会回去 杀个魂马枪 他 他可是曹家军的师长 你这寨子里有什么好东西 值得大公子打开杀戒 好 就信你这一回 师座 外面天不好 我们拉着炮 没法走山路 那刚好在寨子里住上一晚 在你这儿住一晚 冤家一解不一解 我让兄弟们背几个好菜 就当给程二杰压压惊